平常休閒喜歡自己悄悄打打享受做公益樂趣的市議員連恩店 拿著高壓清洗機 沖洗一片已經有七八十年歷史 廢棄不用的木頭屏風 之後再由自己自行整理重新上漆 再鋪上一塊玻璃 裝上腳架 就可以成為一個泡茶桌 環保又實用 而這項DIY工作都可以在這處 駱宇松工作方完成 本身我也很喜歡自己動手 那就像剛剛我真的有一塊 這個舊的一個屏風 那我想說可以把它運用起來 當成一個桌 泡茶的這個做桌子來運用 所以其實在社區裡面 我們可以運用這些閒置的空間 來做給居民 可以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可以放下來 然後把它放到外面 這樣 放到這裡 為了方便民眾在裡面工作 平常四邊通透的工作方必要時 都可以放下透明的遮雨棚遮風避雨 特別我們旁邊因為這個也是開放空間 我們也做了這個返布 那就是特別是在冬天有雨的時候呢 可以在裡面這個閒話家常 曾經也在裡面泡過咖啡 那晚上也有人在這裡要雕刻 學雕刻的來這裡 想說在家裡會吵到別人 那在這裡默默的這個空間 很好的環境在工作 我想這個效力不太好 那自己對自己身心靈 都是一個很好注意的地方 這處位在暖暖區定內15號公園旁邊 看起來像是涼亭的地方 早年是由自然水公司搭建成涼亭市的社區休閒地點 近兩年來在基隆市議員聯恩點結合社區營造工作 積極推動下在周邊種植若宇松 修建木頭藝術矮圍藍 命名為若宇松工作坊 更轉型作為開放式社區居民可以隨時自行手作DIY家具 雕刻或是修理物品的工作地點 除了免費提供水電之外 也提供需要的工具 希望為社區居民打造出另外一種 兼具休閒娛樂和環保的好去處 運用這個空間可以讓社區的人 喜歡自己動手DIY的朋友可以來這裡 那當初我們也開始做的時候 就有社區的朋友把家裡不用的電鑽 還有那個電焊機 砂輪機 還有那個應該是阿桃 就是打牆壁的阿桃 都會送過來 他說我放到家裡也這麼久了 就放到這裡 那目前那些東西 因為在這個地方也沒有一個密閉的空間 所以我們把它收到倉庫裡面 那要用的時候都可以隨時來這裡借 然後特別是針對DIY 市議員聯恩點表示 想要來工作方DIY的民眾 都可以到他的議員服務處 借用需要的工具 享受自己設計 自行修理 敲敲打打 以及環保再利用的樂趣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